意大利媒体Football Italia报道 在罗马对阵亚特兰大的赛前 主帅穆里尼奥坦言 两队的根本区别 就是加斯佩里尼已经在亚特兰大工作了6年 而自己只在罗马工作了6个月 不过穆里尼奥在赛前没有服输 他表示有一点自己不用怀疑 那就是罗马能赢 Football Italia报道 截屏在穆里尼奥执教国米期间 加斯佩里尼就是他第一个点名表扬的教练 当时国米对阵热奈亚 穆里尼奥在赛后表扬说 自己在赛中做出了三个换人调整 但是每一次换人过后不到三分钟 加斯佩里尼就也能立马通过换人进行应对 穆里尼奥表扬加斯佩里尼说 这样的对抗十分有意思 非常欣赏加斯佩里尼的战术素养 如今穆里尼奥重回一甲带罗马 现在积分榜上两队的积分已经拉开了差距 亚特兰大11胜4平2负 拿到了37分排名第三 且距离第二名的AC米兰只有2分 罗马9胜1平7负 才拿到了28分排名一甲第6 这一轮罗马客场挑战亚特兰大 不容有失 当被问到擅长防守反击的自己 和擅长进攻的加斯佩里尼 有什么不同时 穆里尼奥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和加斯佩里尼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那就是他已经在亚特兰大工作了6年 而我只在罗马待了6个月 这意味着两个人相差了很多的训练时间 意味着12个转会窗口对一个 亚特兰大是一家非常棒的俱乐部 现在成绩很稳定 我以前知道他们是一支中游球队 但现在的亚特兰大经常能够参加欧冠 还有希望挑战一甲联赛冠军 两家俱乐部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但有一点我毫不怀疑 那就是我们罗马能赢 足球就是足球 我们有很有天赋的球员 有非常团结的队伍 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胜利 如果你让我为了在贝尔加末拿到一分 而只顾着防守的话 我不会接受的 我想挑战亚特兰大 因为那才是尊重他们 穆里尼奥说